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更加团结 为大家争取更多的劳动条件 所以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空服员可以加入工会 所以我们非常美丽的招生 但是工会不是权力单位 我们并没有资格 也没有这个权力去帮非会员 比如说给他很烂的烤鸡 或者是不给他升迁 我们是绝对没有这个权力的 那我们呢 我相信我们的所有工会代表 也不会出现辱骂这些非会员的状况 所以我们必须严格的出来 澄清并无此事 那另外我想要针对长荣航空 针对他们我要进行严正的呼吁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篇匿名的文章上了自由时报后 我们长荣资方包含一名 他也是团体协约的资方写商代表 他看到这篇文章 就在自己以及公司的内部社团里面 大动作的空级工会 我们认为这样的言行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长荣航空 在过往有非常多的霸凌事件 包含在1月19号 长荣航空的空姐 在机上被外籍旅客要求擦粪电 甚至长荣的空姐被以四拍摄成人影片 那这个也遭了空服处的主管 约谈了将近三个小时 被逼了签下自白书 这类的事件其实频繁的发生 可是我们都没有看到长荣的资方 这么快速这么积极的去处理 在第一件事情中 长荣航空迟了10天才出来召开记者会 在第二件事情 长荣航空甚至到今天都没有 给工会一个正式的交代 但是在这样的匿名指控工会的文章 长荣航空却见烈欣喜的 快速的大动作的空级工会 我们认为这样的行为非常不恰当 最后我们要呼吁长荣航空 预期在背后搞这些小动作 不如正式的回应工会的诉求 让我们一起让这场劳资争议尽速落幕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